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那现在的爱情当然都是有一点素食性的 那么我们把爱情的真爱的 它的价值常常低估了 那有没有真爱呢? 有,尤其是教徒,基督教的教徒 他们对爱情的执着 那个就是真爱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来,这个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Like any other love 意思,好,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小心了 这个主词love是在这个地方 好,这就是爱 动词在哪里? 在这边,意思 那这两个都是片语 继续是片语来说明爱情 Between men and women 男女之间的爱情 好,这个爱情啊 就像,like就翻译成就像 就像任何其他的爱情一样 好,都来说明主词 两个片语 动词出来了 那这种爱情 就是is a relationship 就是一种关系 什么关系? 片语出来 来修饰这个关系 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 应该是这个关系 在什么方面的关系? in spiritual greatness greatness是伟大 spiritual是什么? 精神 或者是我们的灵气 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整个合起来 就讲说啊 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 那么就像正如其他的爱情一样 它是在于这个 您精神伟大的 哪一个那一层关系 就是爱情是着重在精神 不是在露体 在精神的层面 那真正的爱情的伟大 在这里 好,后面他继续补充说明了 is a love a love不是一个爱 这个是一种 it就指前面的这种 精神的伟大的那种爱 那是一种爱 什么爱? 后面再来补充说明 好,后面的 generous in offering and generous in receiving 这个是来修饰前面的 这一种爱情 好,这个是 表示种类 在英文里面也有一个格言 这个儿就表示一种 表示种类 那么格言 它是用这样子 birth of a feather 所以不是说 一个羽毛 一片羽毛 不是 相同种类 羽毛的鸟 羽毛相同的那个鸟 那是同类嘛 对不对 好,后面就是 flog together 那么 羽毛相同的鸟 它就会flog together 聚集在一起 中文怎么翻 物以类聚 所以这个儿 是the same的意思 the same feather 相同羽毛的 好,这个一样的道理 这种精神的 伟大的爱情 那精神上的爱 那是一种爱 什么爱 generous in offering offering是什么意思 好,那么generous 很慷慨的 offering是提供 提供出去 也就是 这个 施舍出去 你男的 对女的 也是一样 慷慨的施舍 女的对男的 也是一样 慷慨的施舍 并且呢 generous in receiving 也慷慨的接受 好,互相慷慨的接受 互相 这个 慷慨的 一个付出 这不是指肉体 这是指精神方面的 关怀 有没有 好 援助 施舍 这一方面 love nation 爱会滋养 会滋长 爱情 精神的 这种 这个 上的 伟大的爱情 它会滋长 慢慢的会滋养 but do not possess 但是 它 不是 possess 什么叫possess possess是 占有 doesn't possess 它不是占有 所以精神层面的 这个爱 会互相的 滋养 在精神的层面上 会互相滋养 但是 它并不是 要拥有 对方的身体 不是要占有 对方 这个就 非常难 做到了 in love we affirm one another in love 这片语 在爱情之中 我们 affirm affirm是 肯定 我们彼此 肯定 one another 就是互相 肯定 就是我们 彼此肯定 彼此 尊敬 but do not dominate dominate 是支配 但是我们 不会想要说 要掌控 要支配 对方 好 在爱情中 我肯定 我肯定你 我成就你 那你也肯定我 你有成就我 但是 我们彼此之间 不会说 我要控制你 你要控制我 不会谈到这样子 互相控制 好 只是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提拔 你看 这种精神 伟大的爱情 多么的 这个难做到 好 to live is not to win or lose 那么 他说啊 爱情 去爱对方 并不是 比赛 要赢得 或者是 这个 失去 好 不是说 赢得了对方 跟对方结婚了 就是 啊 我赢了 我输了 真正的爱情 没有输赢可言 只是心中 无限的祝福 无限的尊重 无限的关怀 不论输赢的 but 而只是 这一个很棒的 一个写法 not to but to 所以我们看这个句子 如果能够看出 它的语法 它的句法 那么 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好 爱情 去爱对方 并不是要 输跟赢的问题 而是 去帮助对方 并且 接受 对方的帮助 也就是 互助 不论输赢 只讲求 互相帮助 好 这个就是 所谓 真爱的意义 精神层面 爱情的意义 讲解到这边 能做到吗 好像很难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我了解 基督教 很多的信徒 都有抱持 这样子的爱情观 好了 第二部分 我们就 全部讲解到这边了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